分类杂志 解开瓶盖 再把铁罐敲扁 孩子们很快就处理好 居民送来的各种回收物资 说到罐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皮皮 如果是四的话就把四的放一边 如果是五的话就把五的放一边 我有笼子皮还有收旧衣服 我学到要环保才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健康 可以在生活中收集一点那种不要的东西 然后每个月拿来 想不浪费地球资源 就要从小培养爱惜物命的良好习惯 学校都有知道什么是环保 但是真正让他们来体验如何去分类的时候 如果讲衣服类的话 装的当儿他们就会发现 第一发现 哇 衣服还很新 他会想到说可能自己是否也需要疼惜物命 如果我们打烊的话 它不是全部盖到完 所以不环保啊 你有看到一位老菩萨在那边做分类吗 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觉得其实不管年纪多少都可以来做环保出一份力 随着大地资源不断被开发 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 需要人人身体力行积极做环保 才能让后代子孙碎碎平安 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耶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笨真报导